莱纳奥德博士他来上海了 他便是热博美剧生活大爆炸中唯一EQ正常的科学博士 莱纳奥德的扮演者 约翰尼盖尔克 剧中他憨厚搞怪 他也总被欺负 来上海参加活动 似乎主持人也没有放过他 上海话憋脚丝毫不影响莱纳奥德的高人气 除了粉丝还有一众媒体等着他 博士你这是要发微博的节奏吗 因为自从在中国开通了微博 约翰尼就没少在上面与粉丝互动得瑟 约翰尼此次上海行除了与粉丝邻居的接触 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那就是见证新娱乐与粉丝堂的合作 从下个月起粉丝堂将为新娱乐提供最好最独特的好莱坞资讯 并通过新娱乐的日播节目奉献给观众 此外双方还将独家合作一系列好莱坞明星的线上线下互动活动 打通电视节目地面推广明星代言 新媒体粉丝互动等一系列产业链 每月都为粉丝创造更多尖叫的机会 更多关于约翰尼独家资讯 请明天继续锁定 娱乐新天地和新娱乐再现 新闻下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